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扑光机领域,各国都希望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不过,中国证监会在机关网通报了苏大维格讯息披露违法违规案查办进展。 你对苏大维格及相关责任人员出以共计250万元人民币罚款。 今年9月中旬,苏大维格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扑光机已实现向中国龙头晶片企业的销售,并已实现向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出口。 公司已关注到奈米压印曝光在机体电路和晶片制造领域具备替代传统曝光的应用潜力,并在积极布局。 该回应直接引爆了股价。 开盘后,苏大维格股价即获大幅拉升,最终获20%涨停,收于33.12元每股。 当天成交额达到15.55亿元人民币。 苏大维格信批引发的股价狂飙,也引来了深交所和证监会的关注。 10月上旬,苏大维格公布了关注函回复,以及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 关注函回复显示,苏大维格曝光设备目前不涉及机体电路领域相关产品的生产。 这部分市场被行业龙头公司主导和垄断。 苏大维格曝光设备,主要为自用于各类微纳光学产品和衍射光学器件的制造,对外销售金额较小。 外部客户采购,主要用于相关领域的研发、试制和微纳光学材料等生产。 苏大维格激光直写曝光设备,在最小线宽、线宽均匀度、网格精度、稳定性等关键技术参数与同行业龙头公司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立案告知书显示,因苏大维格涉嫌讯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苏大维格立案调查。 10月中旬,申交所对苏大维格发出关注函。 申交所表示,苏大维格在互动一平台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涉嫌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及误导性陈述。 苏大维格上述行为涉嫌违反有关规定,市场影响恶劣。 申交所将对苏大维格及相关违规当事人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申交所希望有关人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证监会发表通报称,经调查,苏大维格生产的曝光机实际为激光止血曝光设备, 与大众通常认为的生产晶片的曝光机并非同一概念。 在明知资本市场普遍关注晶片用曝光机情况下,苏大维格在互动一平台回答中, 将其生产的激光止血曝光设备直接简称为曝光机。 为准确完整披露,公司所销售曝光设备的种类和具体应用领域, 且在回复中将曝光机和晶片曝光机并用, 让普通投资者来以准确区分构成误导性陈述。 对此,证监会立即部署,迅速立案,查明事实,严肃惩处, 已向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证监会拟对苏大维格处以1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以100万元人民币罚款。 证监会表示,真实、准确、完整披露讯息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 是充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的法定要求。 上市公司公开发表讯息,必须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大维格在互动一平台发表误导性讯息, 影响投资者价值判断、扰乱讯息披露秩序, 应于惩处。 证监会称,将保持对证券违法活动的高压态势, 严肃查处重大讯息披露违法案件, 督促讯息披露义务人依法履行讯息披露义务, 维护市场讯息披露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在半导体制程技术进入5nm节点之后, EUV曝光机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但是,因为EUV曝光机造价高昂, 每台价格超过1亿美元, 而且EUV曝光机仅荷兰, 例SML一家产生能够供应, 且产能有限, 这使得晶片的生产成本大幅升高。 为此, 从2017年开始, 半导体设备厂佳能, 就与存储晶片、大厂凯霞, 以及光照等半导体零组件制造商 大日本印刷诸事会社DMP合作, 在日本三重线四日市的凯霞工厂内, 研发基于奈米压印IL的量产技术, 可以不使用EUV曝光机, 就能使制程技术推进到5奈米。 佳能表示, 这套生产设备的工作原理, 和行业领导者ASML的曝光机不同, 其并不利用光学图像投影的原理, 将机体电路的微观结构, 转移到吸睛原上, 而是更类似于印刷技术, 直接通过压印形成图案。 曝光机大厂佳能公司, 10月下旬通过新闻稿宣布, 其已经开始销售基于奈米印刷, Nino Printed Lithography技术的 晶片生产设备FPA-1200NZ2C。 佳能表示, 该设备采用不同于复杂曝光技术的方案, 可以制造5奈米晶片。 相较于目前已商用化的EUV曝光技术, 凯霞在2021年就曾表示, NIL技术可大幅减少耗能, 并降低设备成本。 原因在于, NIL技术的微影制程较为单纯, 耗电量可压低至EUV, EUV技术的10%, 并让设备投资降低至仅有EUV设备的40%。 目前, EUV曝光机只有荷兰, ASML一家能够生产供应, 其不但价格高, 而且需要许多检测设备的配合。 不过, 虽然NIL技术有许多的优点, 但现阶段在导入量产上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其中包括更容易因空气中的细微尘埃的影响而形成瑕疵。 对凯霞来说, NAND零组件因为采取3D立体堆叠结构, 更容易适应NIL技术制成。 凯霞当时就表示, 当前已解决NIL的基本技术问题, 正在进行量产技术的推进工作, 希望能叫其他竞争对手率先引入到NAND生产当中。 而一旦凯霞能成功率先引入NIL技术并实现量产, 有望弥补在设备投资竞赛中的不利局面, 又能符合减少碳排放的需求。 根据DNP的说法, NIL量产技术电路龟缩缩程度可达5nm节点, 而DNP从2021年春天开始, 就已经在根据设备的规格值进行内部的模拟仿真当中。 而对于这样的技术进步, DNP也透露, 从半导体制造商对NIL量产技术询问度的增加, 显示不少厂商对NIL技术寄予厚望。 但是, 凯霞在对NIL技术进行测试之后, 遭到了潜在客户提出的投诉, 认为产品缺陷率较高, 最后并未实际应用。 作为关键的设备提供商, 佳能在推动NIL技术量产LAN的同时, 也致力于将NIL量产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制造, DRAM及PC用的CPU等逻辑晶片的设备上, 已在未来供应多的半导体制造商, 也希望能应用于手机应用处理器等最先进制程上。 此次佳能发表的这套设备, 可以应用于最小14平方毫米的锡晶圆, 从而可以生产相当于5奈米工艺的晶片。 佳能表示, 会继续改进和发展这套系统, 未来有望用于生产2奈米晶片。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